能量 孤獨站在這舞臺 聽到掌聲響起來 我的心中有無限感慨 非修太 超級快 多少青春不在 多少情懷更改 親親 親親 我愛你 我愛你 我愛你的愛 你們講那個 你們說一下 說多少錢還那麼嚴 你別這樣 我愛你 我愛你 你太好 我的好 我的眼淚 忍不住 我掉下來 我愛你 經過多少失敗 經過多少等待 告訴自己 不要忍耐 掌聲響起來 我心剛明白 你的愛 將與我同在 超級訪問 讓我知道了 我要去面對 要去克服 要去承擔 在我們的身上 真正地體驗了四個字 歲月靜好 我覺得 只要李靜好 我們所有的人 都會很好 掌聲響起來 我心剛明白 歌聲教會 你我的愛 我李靜認識 那是1999年 那時候呢 我的歌壇已經混不下去了 準備改行 改什麼 自己不知道 突然有一天 我接到了一個電話 這個電話呢 來自一個劇組 他們說 戴先生您好 我們有一個採訪 您要不要來做一下 那個採訪叫 小雞做老硬 我說我有什麼好說的 對不對 我現在已經沒工作了 我有什麼好說的呢 但是對方說 如果你實在沒什麼好說的話 再給你安排一個嘉賓 那個嘉賓呢 就是何靜 最後這期節目的呈現是 我和那個女主持 一起在採訪何靜 女主持就很客氣嘛 她就說 你有沒興趣 我們倆一起搭檔 做一期節目 我說好 可以試試看 那是我第一次 對她有深刻的印象 那個女主持 她的聲音很溫暖 她對我說 你好 我是李靜 我當時想 這麼漂亮的一個女孩 為什麼留這麼糟糕 一個髮型 什麼髮型呢 她當時 是兩條又粗又黑的大辮子 就好像李春波早年天 唱的一首歌 村裡有個姑娘 教小方 就是小方那樣 後來我才知道 那是一個頭套 我從來沒有想到過 一個女主持可以戴 那麼low的一個頭套 來主持節目 而且自信滿滿 我覺得戴君講到的我 我都不認識這個人 他是我又不是我 所以我覺得這個世界上 可能最愛我的男人 就是戴君了 希望你們把掌聲送給這個 送給欣賞我的男人 就像戴君剛才說到的我 我也想說一下 我眼中的他 戴君很善良 在他的包裡 有各種品牌的 各種功能的產品 有一次我問他 我需要一個眼藥水 他說 你是因為眼睛乾澀 還是眼睛發炎 我說有區別嗎 他說 我這兒有不同的眼藥水 我在他面前 就像一個男人 他在我面前 就像我的媽 李靖當時 剛剛從電視台出來 他沒有什麼錢 也沒有資歷 他媽媽給了他幾萬塊錢 跟他說 李靖 就這麼幾萬塊錢 如果你花完了 你的價狀就沒了 他就用這個錢 租了一套房子 然後買了一輛車 這是一個有膽有實的女人 而且他有一顆 非常善良的心 所以所有的人 都願意跟他走到今天 在公司最難的時候 他就像一個媽媽一樣 他對所有的小朋友說 啊 沒事啊 你們就好好做節目 我去拿贊助 他穿了一件華麗的 露背的晚裝 就出去了 那天 我們所有人 在公司等著他 十萬塊錢 一個贊助 因為節目已經 一點錢都沒有了 大家在那兒等著 一會兒李靖回來了 小臉有一點驼紅 喝了兩杯 坐在那兒 一會兒就開始哭起來了 他說我何必呢 我是一個中央台的女主持 我放著好好的節目 不主持 我為什麼要自己來創業 為什麼我要弄 這麼大一個攤子 我何必呢 他哭得很傷心 我經常說戴君 是一個匈無大志的人 我經常很痛苦 我每一次想跟他 聊聊聊正經事的時候 他總是用最調侃 最頑劣的態度 一笑而過 曾經有一段 我就覺得 你為什麼這麼聰明 你不能再多做一些事啊 後來我發現 他的選擇是對的 因為他在享樂生活 不去過度地追求欲望的 這件事上 無人能比 此處有掌聲 我們兩個人 就是這樣 坐在一條 叫青春的河流的兩端 相互看著對方 我看著李靖在那裡騎馬狩獵 他看著我坐在那裡閉目垂吊 我們兩個生活方式是完全不同的 但是 我們兩個在做同一件事 而且 在我們的身上 真正地體驗了四個字 歲月 靖好 這個靖 就是李靖 我覺得 只要李靖好 我們所有的人都會很好 他是訪了16年 他既是我 從青春 變成 主婦的成長式 也是我跟戴君友誼的成長式 也是我跟東方風音傳媒 所有導演 所有同事在一起的成長式 超級訪問 讓我知道了 我要去面對 要去克服 要去承擔 其實我也很糾結 做出這個決定 從現在開始 超級訪問 不太會以每周的形式 跟大家見面了 我們決定 會在每年當中 用一次的機會 以特別的形式 我跟戴君 來跟大家見面 我想 我們的友誼 我們的合作 我們的未來 會以一個新的方式 呈現在 我們的生活當中 呈現在大家的生活當中 所以在這裡 請你們祝福我們 超級訪問 沒有結束 我們的友誼 才剛剛開始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